郑成功后人带玩台南五条岗 台南市西区的五条岗是台南最早的发源地 眼前的郑道聪老师可是郑成功家族的后代 跟着他的脚步走一趟五条岗的怀旧之旅吧 这古色古香的神农街可不是老街在造 这些老房子都是原汁原味的老宅呢 身为木雕传人第六代的老师傅 今天仍在这里雕神像 供奉关公的金华府依旧香火鼎盛 77年的老菜刀铺里 第二代老板多年如一日地守着老店 就称米街的新美街上 还有家创立近150年历史的金德春茶铺 是全台南最老字号的茶庄 各种稀奇好茶这里都应有尽有的 飘着浓浓古早味的老宅里 最近也混进了搞怪文青味 这家在神农街上才开幕一个月的咖啡馆 以国内外搜集来的艺品和古董 营造超棒的视觉空间体验 逛累了就来份下午茶 享受一下老屋闲情吧 海岸路巷子里的这家民宿 与名为海岸路屋的客房里 还种了一棵迎向阳光的马拉利树 住起来超特别的 端午节快到了 郑老师推荐的这家郭家肉粽是超过一甲子的古早味 你看看这月桃夜包的菜粽里面的花生多到都快满出来了 百年前五条岗码头工人冲击的小吃 今天成了府城的代表美食了 郑老师口袋里还有一大堆的私房小吃 就让我们穿梭在五条岗的巷弄里 吃遍一摊又一摊台南的经典小吃 才能心满意足踏上归途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